三被劝正式上屋之后乱象不断 屏东就发生了第一起 明明都还没有领劝 却被告知已经领过了 在16号有位民众 原本满心期待的持健保卡到超商 印出小白单 找电源扫描兑换 但是离奇的是 这张小白单竟然显示说 他已经兑换过了 明明没有领到啊 怎么会被助记说已经领取了呢 他非常的着急 就立刻到派出所报案 因为情况很特殊 那么远景也立刻协助他 向1988来通报 到底是被盗领还是机器故障呢 有待离奇 穿黑衣的男子在派出所内一连交集 因为他的振兴三被劝 疑似被盗领 急得向远景求助 白单印出来以后到柜台扫描以后 显示是已领取的 16号中午这名男子 到皮诺一家超商领取振兴三被劝 从机器列印出取件单后 到柜台扫描 不料却被电源告知 三被劝已经对领完毕 男子无奈报警处理 同事拨打1988纾困振兴专线 了解情况 事后警方开立三连单 并拨打1988纾困振兴专线 请客服人员帮忙处理 而目前相关单位也正在厘清异常状况 究竟是盗领或是系统出问题 记得苏世伟评诺的 见不见了